有点遗憾 不能只有眼睛 特别墨镜要是一摘这样子 这样行吗 像你特务 像你特务 对 虽然还是让领域保回原来的状态 我们刚看到两位呢 在特别短的时间里面都神奇的换了一下妆 其实很重要来是他们自己的底子确实很好 改变也很容易 其实明星跟墨镜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有些大图片大家来看一下 好像每个人手都有墨镜 这是女明星的 好 你每个人有几副墨镜 什么时候会戴到墨镜 我喜欢买墨镜 但是我不一定就戴 我因为经常出国 有时候在那个 我喜欢逛眼睛店 就在那个心情 那个时候就买一副 不见得回来就配了 所以就放在那边 我有很多眼睛 那什么时候戴 比方说不化妆的时候 眼睛哭肿的时候 对 眼睛如果比较肿的话 比方说昨天睡得比较晚了 喝水多了 早上起来会有事情要谈 所以我不太喜欢化妆白天 所以我就戴敷墨镜 这样 对 经常用在这方面 那你以为哪有多少副 我墨镜很少 我喜欢买那个粗框的那个眼镜 对 因为我觉得粗框眼镜很方便 其实 而且比较不容易影响视线 所以墨镜很少 通常都只有在没有化妆的时候 然后但是又必须要到一些重要场合 然后我才会戴墨镜 那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戴那个粗框的眼镜 改变一下形象 不要让人认出来是吗 也是刚才来说的吗 对对 其实有一点伪装作用 但那个会很管用吗 蛮管用的 怎样的郁闷人生 让田哥皇后闭门一个多月 我曾经一段时间想 想不出以后 我就自己折磨自己 天后各瞻所长 他们又会推荐哪些美容生品 空肚子不要吃东西 饮食清淡很重要 别躲开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名人堂 天后吸引力 或许是名人一句精辟话语 让你大彻大悟 或许是名人的一段非凡经历 让你重新思考自己 名人堂三周年聚集 联合希腊博客共同推出 新名人名言 百位价值名人评选真文活动 登陆屏幕下方 名人堂新让博客地址 参加我们的真文活动 你就有可能看到自己的评论 在名人堂的节目中播出 以及有机会得到 名人亲笔签名的纪念品 更有可能获得 名堂栏目组为您送出的 现场录制入场券 赶快行动吧 我想要白的细细的透透的 非常自然 就像大自然里面最沉浸的颜色 卡尼尔的植物能量 就能做到 卡尼尔